咱们如意房的玉器是全天体城最好的 都是来自晚州的上等玉石 做工特别精细 这块帮我包起来 好嘞 小王 把这个用锦盒 给公子包起来 公子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 如果货架上没有中意的 我们库房里还有很多存货 这块也帮我包起来 公子真是好眼眶啊 这块帮玉 走遍了全天齐也就这一块 小王 把这个也给公子用锦盒包起来 好嘞 您拿好 快看快看 什么呀 看到了什么好货子吗 好俊俏的公子啊 你不知道吧 他就是和我兄长一同参加此次科举的方海誓 方小公子 清海宫的徒弟 他就是那个文采武略被传遍天启城的方小公子 测论得到皇帝陛下清典一甲第一的那个 是啊是啊 要不是滴血被人暗算 这么英俊的小哥就是头亏了啊 好容貌好气度啊 大家快来啊 方小公子在这 原来您就是鼎鼎大名的方小公子 小的看您气宇不凡 照待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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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下来 小的眼睛一周 快看下来 放小公子 方小公子 你们别碰了我的义气 方小公子 别碰了 方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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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义配还要不要啊 方小公子 什么事 不愿意 都不愿意 到大一亚 都不愿意 我找到这些 的有名牌 你还希望在喜庆 我愿意 小的该死 昨日通知小公子的时候 报错了时辰 这个时候 小公子还没回来呢 有没有说去哪儿 说是上街 买些东西就回来 我马上派人去找 师父 还是我去吧 四十一刻 把海誓带到大林外 是 海誓 这你能找到我 真应用你那句红话了 我刚才差点被人活剥了 正好你帮我打个掩护 我会管理 来不及了 四十一刻之前 他们叫你到大殿后执念军 他们传错时辰了 传错时辰了 那我